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 欢迎您继续关注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洞穴实验 这个实验其实它本身和洞穴没有太大关系 只不过因为实验的地点是在洞穴附近 所以说才被叫做洞穴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它的内核 其实是为了研究人与人的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单看可能感觉没什么 但是其实这其中的内容让人听起来有点细思极恐 主持这场实验的是一个美国心理学家 很有名 他叫莫扎福谢利夫 这个谢利夫呢 当时他把22名12岁的男孩子带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一个露营风景区 然后在暗中来窜着他们互相争斗 观察群体之间的关系 那这场实验的当时是全程是秘密进行 孩子们毫不知情 以至于后来几十年过去了 这些孩子从小孩都变成老头了 甚至其中有一些人都已经离开人世了 但他们自己仍然不知道 自己童年的那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难忘的夏令营 竟然是一帮成年人为了追名逐利而做的一场秘密的实验 这个实验它发生在1954年夏天 这年夏天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 有22所不同的小学都收到了一封神秘的邀请函 邀请函上说 要在这22所学校当中啊 每个学校挑选一名优秀的学生来参加一场夏令营 要求必须是男孩必须在五到六年级之间 那么最终收到邀请的这22个男孩子 他们都具有很强的共同特征 首先他们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 父母工作稳定 家庭收入丰厚 另外每一个男孩 他们的智商都非常高 高于平均水平 他们的性格呢 也都比较温和 而且善于交际 几乎都是学校里面的佼佼者 而这次夏令营的口号也非常的吸引人 是这么说的 有资格来参加这次夏令营的孩子们 很有可能会是美国未来的领袖 这个口号一听可不得了 而且当时那个环境正是冷战刚开始 美国民众 他们的这个竞争意识 是非常激烈的 毕竟这个大环境使然 更何况这次这口号又这个样子 所以说当时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的男孩的家长 都非常激动的接受了邀请 并且争先恐后的 赶紧把孩子送到了夏令营的营地 那孩子送到之后 这一场实验也就正式开始了 夏令营的地点是在美国奥格拉荷马州 东南部的罗布斯山洞州立公园 所以说叫洞穴实验 孩子们送到之后呢 就被随机分成了两组 分别带到了两个单独的营地 这俩营地一模一样 硬件设施都非常豪华 每一个营地都有独立的游泳池 露营区等等等等 但是呢 这两个营地之间啊 隔着很长的距离 他们都被这个实验的组织者们 刻意的给分割开了 所以说这两个小组啊 两个营地的男孩们起初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存在 那来到营地之后呢 孩子们首先接受了一系列的身体测试 之后又系统的学习了一些野外露营的技巧 那完成了这些事前步骤之后呢 挺正式的 孩子们一看也已经彻底相信 这是因为自己的优异的成绩和不懈的努力 才有机会享受到啊 一个这么悠闲的这么高端的假期 那孩子们当然是高兴了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脱离父母的管辖 每天能够踢足球吃烧烤 偷偷的抽烟喝酒的一个完美假期啊 但事实上呢 他们不知道 他们自己已经成了实验的观察对象了 一切准备就绪 实验也正式开始 那这场实验的目的性非常强 首先 他要观察陌生个体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和速度 其次呢 是群体关系建立之后 个体的身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些变化有什么影响 在面对另一个群体的时候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在之后的剧情当中都有体现 这个实验呢 总共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 就是隔离 两个营地彼此完全隔离 每个营地有11个男孩 他们会一起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 这些活动呢 一般都是选他们都感兴趣的一些项目 这些孩子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合作 达成目标之后呢 就能够得到奖励 那经过七天的磨合 这些男孩们彼此之间 已经很熟了 而且建立起了友谊 那更有趣的是呢 他们当中也开始出现了等级制度 每个营地11个孩子 都产生了一位既定的领导者 这个产生的过程没有外力介入 是他们自然形成的 这个领导者都具有一定的特点 往往是身体比较强壮 或者呢 是有很强的 很出色的组织能力 或者是很有才华 那么这个领导者 往往他们扮演的 就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角色 组织大伙一起参与每一次活动 你负责干这个 他负责干那个 当然这一切 这只是在初期 那么这个团体在劳苦之后 阶级分明之后呢 这伙男孩们也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行动模式 一开始可能是这个去那玩 那个去那个地方玩 他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开始统一了 那么作为团体当中的领导者 他们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准则 那这些规矩呢 一般来讲 都是大伙商量着来的 都是公开公认的 一起执行的 如果说有人反对 那么他就要受到惩罚 后来逐渐发展 这两个小组呢 自己也各自都起了名字 有一个叫老鹰 有一个叫响尾蛇 那么至此 这第一阶段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团体成功建立 并且逐渐的出现了规则和制度 那么在这个第一阶段 他最后的几天当中 这个实验的主办方 这个实验的组织者 他们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向下推进 给这两个小组呢 创造机会 让他们短暂的 看到了在不远处 还有一个和自己这边一样的团队 马上他们彼此意识到对方存在 那这个时候啊 就有点像是刘慈欣的三体里面说的 那个黑暗森林法则了 他们总想除掉对方 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地方的主宰 这两个小组当时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还没有进行正式的接触 就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 但在这个阶段 他们之间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反感 并且很快 两个小组内部的成员 几乎就跟商量过一样 都达成了共识 他们都觉得我们才是营地的主人 另一个小组是营地的入侵者 然后这两小组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他们堆了一个土堆 在上面插上自己的队齐 你比方说响尾蛇队 他们就自己找了块布 画上响尾蛇 把那个棍上插上了 之后呢 宣示完之后 他们就想办法 想去对抗另一个小组 想把另一帮人给干掉 于是呢 他们就找到这个营地的工作人员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实验的组织者 就跟这帮人说 说这样 我们呢 想和对面啊 办一场比赛 希望通过一场胜利 来一劳永逸的证明 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 那么伴随着这个矛盾逐渐凸显 实验的第二阶段 也开始了 这个营地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个实验组织者 他们就宣布 说为了响应大伙要求 给你们两个小组之间呢 展开一场比赛 比赛内容的很丰富 棒球啊 足球啊 拔河啊 很多 那最后 会通过这个计分的方式 哪个小组这个总分高 他就获胜 获胜的一方呢 会得到奖杯 奖品 还有奖金 那这个消息一出 所有孩子都非常的兴奋 他们开始积极的备战 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战争 做好准备 那么很快这比赛开始了 但是仅仅在第一次的实际接触当中 这个老鹰队和响尾蛇队之间 就开始表现出了针锋相对的一个姿态 这两伙人几乎是一见面 就开始言语相向 比如说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其中一个男孩就在双方握手的时候啊 对着对面的人嘲讽 说 看看你们那肮脏的衬衫 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更是摩擦不断 你扮我一脚 我踢你一腿 石油发生 熬了半天 比赛终于是打完了 但这两队之间的斗争呢 实际上也才刚刚开始 赛场上 那互相识眼色 几倍弄眼啊 你扮我一下 我搞你一下 那都是小把戏 比赛结束之后呢 双方开始行动 刚一结束 这老鹰队的这帮孩子 他们就找了个机会 把那个响尾蛇队 把他们的队齐给烧了 这响尾蛇一看急眼了 把这老鹰队的队齐呢 也给烧了 然后响尾蛇 自己又做了一面新的棋 这老鹰一看很生气啊 就把这响尾蛇的第二面队齐 又给烧了 这事一出 响尾蛇非常生气 就想了个阴招 玩了一个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趁着这个天擦黑 夜色掩护 他们潜入到了老鹰的营地当中 所到之处 看到的什么帐篷啊 小桌子等等 全给砸了 顺带呢 还偷了好多东西 衣服啊 书啊 都给带过来了 这一切办妥了 也报仇了 心情舒畅 响尾蛇队非常高兴 兴高采烈的回到营地 准备享受这胜利的晚餐 但是没想到 他们回来没多久 老鹰队发现了 赶紧过来报仇 老鹰队这帮孩子肯定更生气啊 营地都给砸了 能不生气吗 他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武器 有这个棒球棍 有树岔子 有的还把这个石头塞到那个袜子里边 当手榴弹 等等等等 两支小队一见面 相向而立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马上抄家伙就打在一起了 那这个时候呢 旁边围观的那个实验组织者们 他们也怕出事 你想这真刀真枪都干上了 怕出事 所以赶紧出面 把这双方给拉开了 那这个时候呢 白天他们那个比赛的结果也出来了 最后一算着积分呢 获胜的是响尾蛇队 那么作为奖励 响尾蛇队 他们获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还有奖杯和奖金 但就在他们满心欢喜的 在这个营地里边庆祝吃大餐的时候呢 老鹰队又一次过来突袭了 他们直接就闯到这响尾蛇营地 把什么大餐啊 看到的所有东西全部给砸坏 而且还要把那个奖杯和奖金给抢走 于是乎这两支小队又一次扭打在一起 这暴力行为又一次升级 双方完全进到了一个混战状态 那么由此可以看到双方的矛盾被彻底激化 那么实验也就进入到了第三阶段 绝密档案 大碗官方自营微商城 现已开业 绝密档案衍生书籍 碗式标准 大碗甄选音频好物 电子周边 我们只卖几经检验的信的过产品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点击下方菜单 等你来购 更可关注官方微博 超级酷的大碗文化 不定期抽奖 下一个经理 就是你 这实验的第三阶段是最主要的阶段 这个阶段要研究的问题呢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要研究这两个群体之间 能否慢慢的缓解这种 已经完全激化的敌对状态 这个实验人员呢 他们就想了一些办法 首先是方案一 什么方案 什么办法呢 不举办比赛了 淡化这个两个队伍之间的竞争意识 并且呢 还邀请这两组人 以平等的夏令营的队员的这个身份 坐在一起看电影 在同一个地方吃饭 等等等等 做一些集体活动 但是呢 很显然这个计划失败了 这两组男孩之间 他们的这个愤怒情绪 很难平息下来 的确你可以让他们都坐在一块 但是呢 这帮人坐在一块之后啊 唯一的互动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给对方乱扔食物 扔纸飞机 就搞破坏 然后呢 又一次激化到了混战的状态 所以说呢 第一套方案 行不通 然后呢 这个实验人员 他们又采取了第二套方案 这套方案呢 让这两个群体 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 或者说呢 帮他们制定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 能不能缓和呢 那这帮人就制定了一个计划 把这两组人 带到了一个活动营地 这个活动营地啊 各项硬件设施 也是非常的豪华 唯一的不足之处在哪呢 这个营地的餐饮区域 被木栅栏给割开了 栅栏上面没有门 除非把这栅栏给拆除 不然的话呢 谁都喝不到水 都吃不到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两帮孩子并不在乎 依然是各玩各的 没事还招搬对方 不跟对方交流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渐渐的都饿了 都渴了 他们就想去这个栅栏里边 去喝水吃东西 但是呢 要翻呢 翻不过去 这帮人推呢 栅栏推不倒 太结实了 怎么办呢 大伙很着急 于是这个时候 这个实验的组织者就提建议 这样 你们俩小队呢 一起把那栅栏给拆了 双方一看眼下的情况啊 听取了这个建议 然后22个人一起 你推我 我帮你 一块把这栅栏呢 哎 给推倒了 然后大伙赶紧进去 吃喝 但是啊 大伙进去之后 这两伙人 又恢复了 又变成之前的敌对状态了 相互对立 吃饭的时候 向对方扔这个臭鸡蛋 烂橘子 互相扔东西搞破坏 那看到这个结果呢 这个实验的组织者就猜测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给创造的这个共同的难题 它不够难啊 一个栅栏可能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们决定 把双方共同的这个难题啊 困难程度升级 他们选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给这俩营地 食物配给 逐渐的减少 帐篷的数量 也逐渐的减少 那这样的话 很多物质条件 开始变得越来越少 这个环境逐渐的变得恶劣了 这个时候终于随着时间往后推移 两组男孩 终于是开始展现出了各自的善意 他们开始把这个多余的食物和帐篷分享出来 以换取对方拥有但是自己没有的东西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 双方的关系开始迅速的缓和 甚至到这个夏令营快结束的时候 响伟蛇这边还主动的 把自己这个比赛当中赢到的奖金 分享给老鹰队了 双方各拿一半 那么这个行为的出现 其实也标志着实验结束 所以这个实验组织者就宣布 说夏令营结束了 孩子们都很高兴 欢天喜地的回家了 感觉是一次愉快又难忘的夏令营活动 那么之后这实验的主持者谢利夫 他就以乐观的方式公布了这个实验结论 结论是这样的 说这种通过共同的困难 把男孩们重新组合起来的方式 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 解决群体之间的冲突 认为说这种办法 可以用来解决一些大的民族 或者团体之间的矛盾 他得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那我们在这先不说这个结论 到底是对错与否 咱们就说当时这实验结束之后 这个结论被他广而告知 那么同时也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而且因为这个实验的成功 它的独一性 后来这个实验 它甚至作为研究现实冲突的一个 经典案例 放入了这个心理学教材里面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实验很成功 但是与此同时 有一些同行的专家学者呢 在仔细研究之后啊 就对这个实验 提出了一些质疑和困惑 首先来讲 在这个实验当中 给他们营造的一个共同的困难 是这个破坏餐饮系统 减少物资配件 那么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实验人员 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伙实验人员 他们是作为实验的操纵者 还是说跟孩子一样 作为实验的第三组研究对象呢 这个定位不同的话 它会直接影响结论的可信度的 那这第一个问题 然后咱们看第二点 作为一个小男孩 基本上在座的这个男性们 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肯定都玩过打仗的游戏 战争的游戏 大伙幻想自己呢 是处在战争当中 我们的目标就摧毁敌方大本营 或者是摧毁敌方的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呆到什么什么人 那这种游戏呢 我们都做过 跟这个女生过家家差不多 那么这些游戏呢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需要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队伍 那你比方说 今天咱俩人 你就演红方 我就演蓝方 咱们俩最大 那咱们俩人 你演妈妈 我演爸爸 是吧 俩人咱能玩 如果说来了四个人 好 你们俩一队 我们俩一队 也可以玩 就是说这些游戏 它不需要一个固定团队 同时这种游戏呢 也不存在奖品 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输赢 毕竟大伙就是在玩 那跟这种游戏类似的 还有这个一些非正式的比赛 比如说放学之后 时间还早 大伙一起踢球 那我们只是在踢球 没有奖品 没有奖杯 不存在说赢了比赛 输了比赛之后 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没有这个 所以说这种行为 我们会把它们称之为游戏 而在游戏当中 我们这很难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敌对关系的 因为大家只是在玩 我们都是朋友嘛 最多最多 有那些输不起了 玩几眼了 但是那种也不属于敌对关系 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看谢利夫 他这个实验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当中 实验人员开始组织比赛 并且会判定比赛双方谁赢谁输 而且有奖杯有奖品 更何况对于男孩们来说 比赛的结果也决定了他们的地位 所以说 这已经是属于正式比赛的范畴了 它不属于游戏了 但是换个角度 如果说当时这个第二阶段当中 设立的只是一些非正式的比赛呢 就是说这个比赛啊 没有奖品 没有奖杯 没有奖金 也不设计输赢 就是纯玩 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还能出现那个实验的第三阶段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再之后第三点 咱们再看看这个研究对象 实验对象 这个最可怕 实验对象是22个孩子 全部都是白人 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 而且都是12岁 都是品学健 又都高智商 都来自奥克拉河马州 这样的话 这个实验样本是不是过于单一了 所以得出的结论 有没有那么牢固 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对22个毫不知情的孩子做实验 这是否道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开头咱们就已经说了 对实验对象的保密性极强 自始至终都没有公布孩子信息 很多孩子至死都不知道 自己曾经是这个实验对象 因此这并不道德 所以综上所述 这个实验呢 很有名 也被很多的书本教材 作为经典 放在这个课本当中 但是呢 他可能并不完美 而且他也不道德 但是我们还要说的是 不止不道德 在这个洞穴实验的背后 其实还有一个 不太被人所知的内幕 洞穴实验是在1954年 在前一年1953年 地点在纽约 其实这个谢利夫 还做过一个极其相似的实验 但是那个实验得出的结论 和洞穴实验截然相反 那个实验跟洞穴实验差不多 他们也是冒充工作人员 把孩子分成两组 然后故意给孩子们捣乱 比方说偷走他们的衣服 毁坏他们的旗帜 把他们的行李扔到外面 就做一些恶作剧嘛 然后呢 把这个行为 嫁祸给另外一个小组 但是啊 结果非常可惜 这两个小组之间呢 互相并没有产生仇恨 因为这些男孩们 好像都很善良 他们总会对这些不好的事情 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测 并且呢 每一个男孩都会拿起圣经来发誓 说自己没有做出过 任何伤害对方的事情 于是乎 双方并没有出现矛盾 他们都很道德 那那个实验当中呢 他们也办了一些比赛 但是在比赛当中 这个获胜的小组 反而是 很惊讶 很难以置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获胜的小组认为 对方的小组更厉害 我们获胜好像不应该啊 他们会这么认为 而且与此同时 面对这么多的反常的情况 恶作剧啊什么的 这些男孩们很聪明 他们开始意识到 好像我们正在被操控 所以他们之间 非但没有互相猜忌 反而是互帮互助 开始时刻提防那些 所谓的营地的工作人员 那所以说这次实验失败了 这些男孩们 他们的价值观极度闻名 根本就无从下手 这让谢利夫垂头丧气 最终放弃实验 那么这个失败案例的存在呢 其实也就更加证明了 洞穴实验的结果 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 当然谢利夫自己肯定 他是没有对外公开 这个失败案例的 这是我们要说的洞穴实验 那么在洞穴实验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一个 比较细思极恐的实验 我们在这也一并做分享 这个实验呢 是在1961年 也是在洞穴实验之后了 那这个实验 他反映了我们所有人的身上 可能存在的某个问题 这个实验的组织者 他叫做阿尔卡特·班杜拉 也是一个心理学家 实验内容的也非常简单 找三组儿童 小孩子三四五六岁的 每一组24个人 然后让这三组孩子 分别接触不同的情况 然后观察他们的行为 什么意思呢 第一组孩子 让他们去看一些 接触一些暴力性的行为 第二组孩子呢 让他们接触一些 比较温和的行为 比较正常的行为 第三组孩子 不让他们接触 不让他们看任何行为 直接观察 咱分别说 说第一组孩子 让他们接触一些 暴力性的行为 怎么接触 首先实验要保证 所有条件 都是客观自然的 这个实验人员 他们首先会把一名 第一组的儿童 带到一间活动室 然后再带他到 这个活动室的路上 他们会假装 假装偶遇一个成年人 并且邀请这个成年人 一起来玩 去这个活动室里玩 当然实际上 这个偶遇的这个成年人 是这个实验人员假扮的 然后他们就会让 这个孩子和这个成年人 在这个屋子里面 一人坐一个角落 互相面对着 能够看到对方 那在这两个角落当中呢 有两张桌子 孩子面前这桌子上 放了很多小玩具 有什么这个小印章 橡皮泥 一些动物贴画 水彩画板等等等等 这成年人那儿 那桌子上呢 也有玩具 儿童拼图 另外呢 有一个小木锤 还有一个 1.5米高的 一个充气玩具娃娃 然后 让他们俩在这屋子里面 让他们开始玩 孩子当然在那儿 自己想玩什么玩什么 成年人呢 他毕竟是这个 实验人员假扮的 他有一套固定的一个流程 这个成年人一开始 第一分钟 他会玩那个玩具 拼图玩具 一分钟之后 到了第二分钟 这个成年人就会把 那个木锤子拿起来 然后 去击打那个玩具娃娃 一边打 一边还说一些脏话 说一些攻击性的话 比如说打他 锤的手 他是个坏孩子 就一边打一边说 就这样一直打将近十分钟 然后 活动时间结束 孩子和成年人 都离开这间屋子 第一组的孩子 每一个孩子 都要经历这么一套 然后咱们看第二组 第二组孩子呢 接触的是温和性的行为 这一组和第一组的流程差不多 只不过呢 那个成年人 他不打了 那十分钟 他坐那光玩那拼图 也不干别的 这是唯一的不同 然后末了第三组 不用说了 第三组不会接触任何人 直接来观察 这三组过去之后 开始实验的这个结论 观察阶段 把这三组孩子挨个 逐个的带到另一个房间里面 这个房间里面 也是有各式各样的玩具 有拼图 贴纸 小汽车 洋娃娃 还有那个比较有攻击性的 木锤 标枪 等等等等 这回呢 屋子里面就这孩子一个人 让他自己在里边玩二十分钟 然后观察 这二十分钟当中他会干嘛 那最终的结果呢 基本上都是在大伙预料之中 在第一组的孩子当中 其中男孩每个人平均会出现 38.2次暴力行为 女孩平均每人会出现 12.7次暴力行为 而且他们的暴力行为 无一例外 都是在模仿那个 他们看到过的 那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 在反观 接触了温和性行为的第二组 和没有接触过任何行为的 第三组孩子 这两组孩子 他们几乎没有出现 任何的暴力行为 他们每一个人出现的 暴力行为的次数 平均都在1以下 那么这个实验 可以说是简单明了 他说明人性本善 无论是群体攻击性 还是个人攻击性 其实都是后天模仿形成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可怕的实验 等于说我们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实验 说完了 其实这个实验和前面咱们说洞穴实验的 他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是以儿童作为实验对象的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不只是在实验上 在很多其他的领域 也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我们说无论这个实验结果 它有多么重要 多么不可估量 那这种做法 它显然自始至终 是不能被我们的道德标准所接受的 无论是争夺领土的孩子 还是这些被迫学坏的儿童 他们只是一个一个的无辜的个体 他们固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我们的未来 在了解完了这两个实验之后 也许我们可以细思极恐的发散一下 会不会你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我现在在录这个节目 您现在在听这个节目 会不会我们现在这些行为 也是在经历某种不被我们所知的实验 谁知道 好 今天局面档案 咱们就说到这 我是大腕 如果您喜欢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 点击关注即可 局面档案衍生书籍 已经出版上架 在微信店铺 您能够买到 另外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在微博搜索超级酷的大文化 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好 咱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大腕 我们的局面档案 在喜马拉雅已经陪大家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更新了一百多期节目 在这一百多期的内容里 我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怪奇事件 那在今后呢 我们也想尝试去做更多的其他类型的内容 比如一些自然怪像 比如有一些名人的黑幕或者说是黑帮的发迹史 亦或是各种悬疑大案 以及更多的其他题材的探索 针对这些内容 目前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 我们将会把这些内容做一个大概的整合 放在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新的专辑当中 这个专辑的名字暂定叫做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200家陈峰的未解之谜当中 需要说的是这个新专辑 我们决定在喜马拉雅作为会员节目进行独家播出 总计有两百多集的内容 专辑上线时间将会在不久之后的9月9号 大家届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关键词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 就能够找到这部新的专辑了 在上线前的这段时间当中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喜马拉雅工作人员的微信 XMLY0330 也就是喜马拉雅四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 加0330 XMLY0330 添加微信之后 工作人员将会把大家拉进喜马拉雅官方的粉丝群 届时将会有不少福利活动 送喜点送签名书等等其他惊喜在等着大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专辑将会是喜马拉雅的会员专辑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喜马拉雅的会员 就可以免费收听本专辑 目前喜马拉雅的会员价格为每个月6块钱 6块钱就可以听到我们的200多集故事 也是很划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多多捧场 9月9号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散